那么Deep Learning的这个团队建设 其实很多很多的传统的没有AI基金的公司 现在已经就突然意识到这一点 一定要有这个生学学习团队 你说 如果没有自己的团队的话 就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最宝贵的 原来最宝贵的数据是EU数据 现在最宝贵的数据是有很多图像的视频的 在生产中记录下来的数据都会有 有很多公司 但是首先要想办法找到这种外包的团队 对吧 来去协同去开发 比如像加大业大这种 你这种传统公司海上卫视 新公司商城科技 这都是加大业大的研发 以及实施的部署团队了 对吧 但是你肯定不能只依靠别人 对吧 所以自己要做这个团队的话 肯定会有一些很多的这种图像公司 而且这种图像公司肯定不能只懂 deferring算法 比如说读这些文件的话 可能毕业在学校 读个一年两年也能出来 但是这个东西如果只做deferring的话 肯定还是不接地气 比如说工程部署要求会懂一些视频图像采集 懂一些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slam 就是这个空间的一个 localization 就是同步的localization mapping的一种 就对3D去动态的进行建模的这么样一个算法 传统CV呢 也有对3D空间进行重建的一些算法 这个3D reconstruction 这些算法还没有被deferring算法给入侵 所以说基本上还是一个传统的CV算法 但是偏深度学习的话 其实对工程师就有比较高的要求 比如说如果在处理这种光处理图像就有很多 我就像我今天这个刚才的讲义里面介绍一样 光图像处理就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方向 如果要再做一些拓展性的这种 这个学习或者研究的时候 我肯定还会去看一些RNN的LSTM这种偏语言的模型 我说两句最简单的 一个是对于图像的推理 简单来说就图像的QA或者图像的推理 比如说我给你一张图 我问那个是一张自行车 一个人骑自行车篮子里有一条狗 对吧 我要问你这个 What's in the basket 你要回答a dog 对吧 你不能回答a person 或者不能直接回答我a bicycle 这肯定是错的 所以呢 会把这个深度学习跟这个图像类的深度学习 跟语言类的深度学习 就整合在一起 所以有很多问题很新 而且很好玩 还有我刚才介绍的OCR问题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问题 如果你的自动驾驶不能看到一个从来没见过的路标 然后上面读出来限速60每小时 然后真的你去把速度限 降下来的话 那你的自动驾驶呢 其实也不是完美的 因为你这个 去做整个自动驾驶的系统的 这个决策系统是有缺陷的 它缺乏一种从图像数据里面提取文字 并且理解文字 并且转换于决策的能力 所以OCR OCR in the wild 是这些问题呢 就是属于跨界的这种问题 包括跟那个看图说话 看图问答 推理是具有一样的属性的 我觉得有很多这种 很多这种前沿的混合的问题是非常有意思的 需要多看广看 如果说这个问题能这么简单的话 我们今天也不会就在这来 我也不会就今天就在这给大家来介绍了 因为这些问题也没有必要去研究 很好的这个商业公司都会去垄断这些技术 不用有自己培养人的一套方法 实际上这波AI的热潮呢 有一点这个民主化的意思 就是门槛你可以认为不高 不是特别高 但是需要大量的去学习新的东西和学习不太一样的东西 这样 然后能够看到一些问题的本质 你就比如说 你看了再多的这些干啊 或者是看了再多这些什么联合训练方法 但是你会知道哪里是分类的损失 你会知道哪里是这个对抗的损失 你会知道哪里是迁移学习的metric learning的损失的话 我就一下看到问题的本质 你把一个问题给拆解成为损失 函数拆解成为各种损失函数的话 你会快速的能够解决一些新问题 这个领域还是空白还是比较多 所以呢 今天的话 应该就讲这么多吧 所以说最后一部分也没有讲特别细 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所有内容就到这